在起初 大地还是浑沓空虚 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 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 天主见光好 就将光与黑暗分开 于是有了昼夜 天主用六天的时间 创造了这美好的世界 如今呢 欢迎解开 地球密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平安 我是李莎 欢迎来到地球密码 我们知道 河水对人类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生活的依靠 在大多时候 不少文明的开发 都沿着河流来开发的 所以河水对人类的生存来讲 是一个指标 在最近啊 研究人员发现 其实很多的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正在污染世界各地的河流 许多的药物在环境中的浓度 甚至已经达到对野生动物有害的程度 那么这些药物呢 包括有止痛药 抗生素 抗凝血药物 激素 还有精神病和抗组织安药 像内分泌干扰物就引起了鱼类 跟两栖动物的性别变化 当然性别变化最根本的 就是会影响到整个动物界的繁衍 研究人员发现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呢 到2050年 前进河道的药物量 可能会增加三分之二 换句话说 我们要面临的考验 就是整个淡水的生态系统 可能都会受到侵害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 科学家10号在维也纳的 欧洲地球科学联盟年会 发表了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 他们成功地开发一种 追踪药物污染热点的方法 高浓度的药物 可能威胁一部分的淡水生态系统 这项研究呢 是荷兰戴尔夫特水教育研究所 研究员布莱格利 他和他的团队一起做研究的 那么他们用一种常见的 非类固醇抗发炎药物 叫双氯分酸 双氯分酸呢 是一种衍生在 本乙酸类的非肢体抗炎药 是一种抗炎药 那它主要的用途呢 是治疗关节炎呢 还有内风湿关节炎呢 多发性肌肉炎 或者是脊椎关节病 还有就是强支性脊椎炎 痛风呢 偏头痛 有时候当然牙疼呢 还有胆结石 肾结石 这些需要马上止痛的情况呢 都可能会碰到这种药物 那么它呢 是属于阿斯匹林啊 或者是像我们常用的奈普森啊 这些都比较多 那在很多国家来讲 它都是非处方的药物 也就是你在一般的药铺子 或者是一般的药局 都可以买得到的 那这称为双氯分酸 它主要含量的一些药物 以及治疗的药物呢 都可能含有这种成分 布莱格利和他的研究团队 就用这种双氯分酸 来作为评估淡水生态系统当中 药物的存在和传播的指标 欧盟跟美国环境保护局 都将双氯分酸判定为 环境的威胁药物 过去也曾经有这些案例 双氯分酸大量的 用在受医的临床治疗上 导致印度在陆地上 一个非常有名的乌鲁亚种 它就瀕临绝种 而新研究发现了 全球有超过一万公里的河流 测量到超出欧盟观察清单的上限 也就是每公升不得超过 一百耐克的双氯分酸浓度 但是呢 这些河流都超过了 这个欧盟定定的上限 全球双氯分酸消耗量 每年是2400吨 其中上百吨是残留在 人类的粪便当中 只有大概7%被处理厂过滤掉 那20%被生态系统吸收 其他的通通倒入了河流 或者是海洋 布莱格利呢 在这一次的欧洲地球科学联盟的年度会议上 发表了他的最新研究 他们开发了一个电脑模拟模型 然后根据人口的密度 河水系统和药品销售量 这一些标准 测量当地 当前和未来的药物污染 他们将结果跟全世界1400个定点采集的 双氯分酸毒性测量资料进行比对 大部分采集点在欧洲跟北美洲 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河流药物污染程度 很可能都远远超过布莱格利塔的资料 因为这些地区的污水处理不到四分之一 而且过滤的技术呢 无法过滤掉大部分的药物 所以布莱格利塔强调 单靠技术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当前要做的呢 就是减少它的消耗系统 在会议上简报的其他研究当中 科学家还发现 大城市地区污水系统迅速扩张 竟然大大的增加了河流的污染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系统 没有充分做污水处理 我相信许多进步的城市呢 都在做污水的分离系统管理 但是呢 如果在前端的污水处理作业 没有做好的话呢 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果 荷兰瓦赫尼恩大学和研究科学家史卓克 他就强调 2000年的时候 污水污染全世界50%的河流 但是2010年 污水几乎入侵了全球所有的河流 我家门前有小河 是我小时候的一首儿歌 那时候的河流是清澈的 我相信有一部分有志之士 正在全面清理河川 或许我们不是那个全面清理河川的成员之一 不过是不是能够成为垃圾减少 或者不是污染者之一呢 新诺亚邦州 许多人解释GoJack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说这是印尼版的Uber 不过实际上GoJack在构想的出发上 跟Uber是有蛮大的不同的 这一切要从雅加达特殊的交通情形来说起 创办人Nadian Makarin 大学的时候在美国布朗大学念国际关系 硕士是在哈佛商学院念MBA 在创办GoJack之前 曾经在麦肯锡等工作过 在印尼年轻一代的网络创业家中 他出生于经济不错的家庭 并且从小就在国外求学 特别常见的是新加坡 这些留学生不约而同的是 他们都对自己有一股使命 在国外求学或是工作一阵子之后 都会希望回印尼对国家做出贡献 雅加达住了两千多万人 每天有几百万人要进雅加达上班 但目前除了机场捷运之外 一条捷运都没有 这样的塞车是很恐怖的 所以许多人是靠机车上下班或是移动 因为机车可以在车缝中钻车 可以更快到达目的地 GoJack App是一个媒合机车司机和乘客的平台 就乘客的角度而言 一发出坐车的需求 附近的GoJack司机都会收到通知 有效地解决之前乘客找车的效率 同时你确定地点之后 固定的车资就出来了 乘客可以轻松叫车 不用怕被狮子大开口 从司机的角度来看 转成GoJack 收入增加两到三倍 原因在于寻找客源的效率好很多 现在的GoJack真的是包山包海 不过总归的来说 大部分的服务都是在很便宜的司机人力 或是很便宜的各种人力 透过提高供需的媒合效率 从数量级来看 到2016年的6月 GoJack的APP已经超过1300万次的下载 每天超过34万次的搭乘次数 这样的数字显示出 印尼人对于服务的需求强度 GoJack为了要能够成就GoPay 在许多方面下了很多心思 首先是征兆方面 印尼的央行对于电子钱包和虚拟货币的管控 非常的严格 GoJack为了可以加入这场战争 在2016年并购了拥有执照的电子钱包公司 再来是人才方面 GoJack 2017年底 一次并购了三间金融相关的公司 透过这些金融公司的并购 让GoJack获得了金融和开发人才 还有领域的知识 在印尼很多人是GoJack的爱用者 不管是机车 汽车 计程车 外送食物 GoPay都有用过 从各方面来看 GoJack都是印尼数一数二的网络新创 GoJack会是一个让印尼政府喜欢的公司 因为它刺激了民生消费 并且让许多司机的收入大大的增加 另外它成功引入了许多国外资金投资印尼 再加上GoJack这样世界知名的独角兽 也造就了某种程度的印尼之光 再来就是成功运用了印尼过剩的人力资源 因为印尼有像是GoJack这样伟大的网络新创 让亚洲地区的青年人力 除了建构中国梦之后 也多了印尼梦 环保动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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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环保动手作的单元 我是葳葳 还记得前一阵子当新闻报道出纸将上涨 所以各种名声用纸都将涨价的讯息之后 各大卖场的家用纸产品几乎是被抢购一空 说到纸巾 它的妙用可真的是不少呢 今天我们就要跟您分享厨房纸巾的功用 首先它可以吸附肉汁的血水 我们所买的牛排或是肉类等等 在解冻的过程当中 若持续浸泡在适出的血水内 料理起来的口感可能比较差 所以建议您 肉类买回来放入冷冻保存之前 可以先以厨房纸巾包覆 外面呢 再包一层保鲜膜或是保鲜袋 因为厨房纸巾可以在解冻的时候 及时吸附血水 让食材烹调之后更加美味 此外 它还可以锁住鱼的鲜味哦 做法是 我们把买回家的鱼 先用厨房纸巾对折成小块 再用硬角部分刮除鱼腹内残鱼的组织 以减少腥味 紧接着再塞入鱼肚内 特别是海水鱼 它用水清洗时 因为渗透压不通 会让鱼肉的鲜味流失 所以当我们用厨房纸巾清理之后 就可以保持海水鱼在料理时的美味了 此外 厨房纸巾也可以使蔬菜保鲜 早期有许多家庭主妇买青菜回家之后呢 都会习惯用报纸包覆 在收进冰箱内 但这种传统的方式 很容易沾染油墨 倘若改用厨房纸巾包覆 可达到相同的保鲜效果 另外 料理生菜沙拉的时候 也可以在清洗生菜之后 用纸巾把表面水分擦干 这样吃起来 这沙拉的口感会更清脆呢 另外要告诉您的是 厨房纸巾也可以当应急的蒸布呢 当我们在蒸冷冻包子馒头的时候 可以在蒸笼的底部 铺几张厨房纸巾来代替蒸布 因为厨房纸巾可以透气 所以利用它蒸出来的包子底部 并不会因为滴下来的水而变得湿湿黏黏的 影响美观以及口感 还有当我们煮一些牛肉汤啊 排骨汤等等的肉类汤品的时候 也可以利用厨房纸巾快速地去除浮油 方法是将冰块包在厨房纸巾里 从汤面轻轻地划过 汤表面的油脂遇到冷就会凝固 被厨房纸巾吸气 这样一来就可以快速地去除汤上面的浮油了 相信有不少人都喜欢吃培根 想要吃酥脆培根 却又怕吃下太多的油脂的话 你也可以在盘子铺上厨房纸巾之后 把培根放在纸巾上 但要提醒你的是 培根千万不要重叠 紧接着我们再盖上一层厨房纸巾 利用微波炉加热个30秒左右 这样一来就可以让上下层的厨房纸巾 轻松地把培根的油脂给吸掉 至于其他油脂比较多的食物 也同样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方法 最后要跟您分享的是 当我们料理时如果不小心把锅子弄焦 也可以趁锅子还没有完全冷却之前 先用厨房纸巾将胶垢擦除 介意减少清洗时的油脂 更可以避免浪费水 而在我们冰箱里 也常常会滴落汤汁或是食物渣 这些东西很容易因为结冻 就变成了很硬的顽垢 如果我们直接刮除的话 一不小心就会刮伤冰箱的表面 此时您就可以把纸巾沾湿之后 敷在那硬垢上面 先让它软化一下 最后就比较容易清理了 关于厨房纸巾的妙用 我们就先给您分享到这儿 环保动手做 感谢您的参与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今天和我们在一起 谢谢世良 谢谢菲菲 我们希望在环保这个领域上 无论是不是在空中的频道 我们一起共勉 下周再会 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